近期,威廉王子被两位超模陪伴,在南非港口吃饭,坦言过去几个月很残酷,开普敦,一座南非的海港城市,这里明媚的阳光洒在蔚蓝的海面上,仿佛一切都在展示这片土地的美好。 但是,这样一个充满失忆的午后,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威廉在这里竟然袒露了心中隐秘的伤痕,42岁的他在两位全球知名超模海地克鲁姆和温妮哈洛的陪伴下享用着南非美食,却在采访中不禁感慨,过去的几个月是他人生中最残酷的时光,这段看似轻松愉悦的午餐,在媒体的镜头下,充满了名人光环和王室特权的双重吸引。 毕竟,威廉作为英国王室的未来继承人,在全球享有巨大关注,更别提陪伴他的超模们,一位是来自德国的超模巨星海地克鲁姆,另一位是独具个人风格的温妮哈洛。 他以打破传统美学的姿态在时尚界赢得一席之地,如此华丽的组合,在普通人看来堪称梦幻联动。 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威廉心中的苦涩也不禁显露,借用这样一个场合,他罕见地坦言自己的不义, 似乎表露出一位未来国王难以承受的私人压力。 这次威廉的南非之行,主要是为他的环保项目地球奋斗奖助力,与两位超模的共餐安排,显然并非只是为了品尝美食。 要知道,王室的一举一动都具有高度政治意义和宣传价值,这一奖项自创建以来,便希望通过环保议题聚焦全球关注,而时尚界的明星嘉宾自然成了吸引流量的关键。 海地克鲁姆51岁,凭借多年的超模生涯成为时尚界的传奇,温尼哈洛则以他特立独行的风格打破美学壁垒。 在这样一种前卫又充满争议的组合下,威廉显然是希望借助两位超模的国际影响力,为环保事业拉动更多关注,与其说这是一次愉悦的午餐。 不如说是一次不得不进行的社交活动,王子也许内心需要一个短暂的喘息,但对于身为未来国王的他,这种场合的背后更多是义务和责任。 事实上,威廉并非首次通过与名人合作来推动公益事业,就像他的弟弟哈里王子以勇者不败运动会吸引关注一样,威廉也知道明星效应对于公众影响的重要性,王氏在这一点上早已驾轻就熟,这并不是什么突发奇想,而是其长期以来的宣传策略,对威廉而言,和名人共参,出席公众活动,甚至在南非的街头面对抗议者的批评,都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份看似高贵的生活,实际上充满了无形的枷锁和无尽的压力。 回看威廉的成长经历,他和弟弟哈里从小就生活在公众的聚光灯下,无论他们的言行举止还是生活细节,都被媒体无限放大。 如今,作为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威廉更是必须扮演好未来国王的角色,他的人生轨迹已经被清晰地规划好,不允许任何偏差,这种生活的代价也许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尽管身为王室成员的生活一向充满挑战,但威廉今年的残酷,却远非外界想象的那样简单。 今年,威廉和他的家人遭遇了重大变故,年初,父亲查尔斯三世和妻子凯特王妃相继被确诊癌症,这个消息震撼了整个王室,也给威廉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对他来说,面对至亲的病痛,甚至可能是生命的威胁,这种恐惧和无助感,是他无法用权力和地位所消解的。 我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年,威廉坦言,他从未想象过这种危机会来得如此突然,在这样的情境下,他不得不一边应对王室的繁重事务,一边陪伴家人,承担起顶梁柱的角色。 作为一名丈夫,一位父亲,甚至是作为查尔斯的长子,他在家庭危机中尽全力支持家人,这种无力感和压力,恐怕只有威廉自己才能真正体会。 在威廉的言辞中,凯特无疑是他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作为一位母亲和王室的象征,凯特王妃在公众面前始终保持着优雅和坚强。 然而,伴随他的病痛,以及面对漫长而艰辛的治疗过程,威廉必须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寻求平衡。 他说自己为凯特感到骄傲,正是因为他在最艰难的时刻表现出的坚韧和勇气。 这无疑成为他坚持下去的动力之一,但在这种荣光背后,威廉其实也面临着巨大的情感困扰。 一方面,他必须保持公众形象,作为王室第一家庭的一员承担起沉重的责任。 另一方面,他内心又充满了对妻子健康的担忧,在公众面前,威廉的微笑是责任的体现, 但在私下里,这种心境显然极其复杂。 正如他坦言的那样,残酷并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劳累,更是一种心灵上的煎熬。 威廉的南非之行原本是宣传环保奖项的公关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地人都欢迎他的到来。 在餐桌旁,有几位抗议者高举着写有威廉,你在我们国家没有特权的纸牌,抗议声在一片喧闹中隐隐传来。 这种不和谐的场景,也为王子的南非之行平添了一丝讽刺色彩。 其实,这种抗议并非针对威廉个人,而是象征着一部分民众对王室特权不满的声音,这让人们不禁反思,王室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究竟是什么? 对于威廉而言,这种特权是一种生来就无法摆脱的责任,但在一些人眼中,他可能只是遥不可及的荣耀和权力,甚至是一种不应存在的遗留。 此刻的威廉或许也体会到了这种无奈和疏离感,王子的生活或许看起来光鲜亮丽, 尤其是身边簇拥着全球知名的超模,坐在南非的阳光海岸享用美食,然而,这些表象无法掩盖他内心的痛楚和困惑。 作为未来的国王,威廉必须始终站在聚光灯下,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也有难以启齿的痛苦和情感,在公众面前,他是王子,是领袖,在家庭中,他是丈夫,是父亲,是儿子,在人生的转折关头。 威廉的残酷一年揭示了这个高贵身份之下的人性一面,脆弱,挣扎而又深情的情感,也许这正是王室生活的双重面目,在大众的想象中,他象征着荣耀与尊贵,而在现实中,他又充满了压力与伤痛,对于威廉王子来说, 未来的路依旧漫长,但他也许只能选择继续前行,去履行自己的使命。 此外,哈里和梅根的王室叛逃之旅,似乎终于碰到了真正的阻力,而这一次,他们面对的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危机,可能让他们无家可归的危机。 这对从前被人咽陷的叛逃夫妇,曾在美国过得舒舒服服,靠着戴安娜王妃留给哈里的丰厚遗产和王室的庇护,在加州豪宅中尽享奢华生活。 随着特朗普重新登上权力巅峰,哈里和梅根的美式梦境恐怕要被彻底打破了,特朗普一向以直言不会著称。 而这次他对哈里和梅根的出走发表了惊人言论,毫不留情地斥责这对王室成员的叛逆行径, 他明确表示,我不会保护哈里和梅根,他们背叛了女王,是不可原谅的,无家可归,这对夫妇是否真的已沦为特朗普眼中的妾儿? 在他们口口声声强调为了自由而离开王室后,这个对自由的追求似乎成了嘲讽的笑柄,要知道特朗普可不是一般人。 作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狂热粉丝,尽管女王曾私下表示她粗俗,但特朗普对女王的敬仰却从未消退半分。 对她而言,女王不仅是国家的象征,更是她心目中真正的权力典范。 可以说,特朗普是对女王无比忠诚的超级粉丝,而这种崇拜无意使得哈里和梅根成为了她的眼中钉,因为在她看来,哈里和梅根就是典型的叛徒。 居然敢公开抨击王室,四处揭露家族内幕,简直就是背叛祖国,背叛女王的不孝子孙。 特朗普对哈里和梅根的态度早已公开,他甚至在每日快报接受采访时怒斥,他们不是美国需要保护的对象。 明眼人都看得出,特朗普对哈里和梅根的反感并非空穴来风,更有分析指出,特朗普再次当选,或许会进一步对他们在美国的生活设置重重阻碍。 毕竟,这两位叛逃者既不被美国民众热爱,也为真正融入美国的上流社会,如此尴尬的处境,哈里和梅根自己恐怕也早有心理准备。 在特朗普的冷眼相待之下,有消息称哈里和梅根早已为自己悄悄铺好退路外媒报道,他们在葡萄牙购置了一所豪宅,似乎为未来不测预留了出逃之路,虽说两人向外界声称自己有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 但这样的说辞在现实面前显得格外苍白,明眼人都知道,这对夫妇极力保持的低调背后,隐藏着不小的无奈与恐惧。 毕竟,美国的居所在豪华舒适也无法掩盖他们在一国他乡的孤独与焦虑。 葡萄牙的豪宅虽然华丽,却远远比不上他们在加州的生活,要离开美国,对于哈里和梅根而言无异于失去了他们精心营造的完美逃亡之梦。 显然,葡萄牙的豪宅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最后的避难所,一旦在美国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他们将不得不狼狈逃回欧洲,而对于习惯了美国奢华生活的他们而言, 这一转变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再者,哈里的签证问题也始终悬而未决,自从他放弃王室职务,变成了一个没有王室庇护的二世祖,要知道,在美国,要留住这样一个身份特殊的英国人并非一世。 特朗普的政府尤其对哈里一类的敏感人物充满警惕,面对一位可能带来麻烦的王子,美国政府显然并不乐意为其开绿灯。 再加上特朗普的个人因素,哈里的签证续签障碍重重,这几乎是意料之中,人们都说是人皆必麻烦,更何况是这样的麻烦二世祖,一个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犯过错的英国王子,显然不会受到美国的欢迎。 难怪不少人嘲讽哈里,贵为王子又怎样,既然不珍惜王室身份,那么到了美国,就不过是普通人,甚至连普通人都不如。 对于习惯了王室优待的哈里来说,这样的冷遇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即便特朗普一时半会没有足够精力去关注哈里和梅根,但他们的美好时光也确实面临着终结,美国社会对于这对叛逆王室夫妻早已不再抱有新鲜感。 他们的王室背景曾为他们带来短暂的关注,但如今人们早已厌倦了哈里和梅根那套老生常谈的出走故事,再加上特朗普的公开表态,势必会引发一波效仿之风。 要知道,美国社会中不乏马屁精与效仿者,当他们得知总统大人对哈里和梅根的不屑,定会毫不犹豫地为讨好总统而采取行动。 哈里和梅根的美式梦境或许正处于崩塌的边缘,再加上他们在美国并未真正融入上流社会,甚至还一度被冷落在主流圈子之外。 这对夫妻试图以自由为幌子逃离王室的日子,逐渐显得滑稽可笑,人们逐渐开始质疑,他们所谓的自由究竟是什么。 脱离了王室的哈里和梅根,似乎失去了最大的卖点,成了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孤岛,可以说,哈里和梅根的美国梦似乎已注定要走向尽头。 如今的他们俨然成了无根的扶贫,面对特朗普的敌视,他们在加州的豪宅恐怕不再是安逸的避风港,而更像是一座空壳,有人甚至大胆预测,哈里和梅根将不得不退居葡萄牙,彻底放弃在美国的奢侈生活。 回到葡萄牙,意味着他们再也无法以王室叛逃者的身份获得美国的关注,所谓的王室特权也将成为过去,回顾哈里和梅根的种种行为,他们的自由追求看似高尚,但最终换来的却是无尽的质疑与冷眼,他们试图与王室划清界限,却忽视了王室赋予他们的特权与身份。 当这种特权失去后,哈里和梅根在美国的处境已然变得十分微妙的从前的好日子,恐怕真的要到头了,这对王室弃儿将面临无家可归的困境,最终的出路或许只有那个位于葡萄牙的退路豪宅了。 无论他们曾如何意气风发,今日的哈里和梅根却不得不为自己的决定买单。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